10. 诺伦斯诺尔 诺伦斯诺尔 选秀前的自信满满,仗之才,将骑士的logo秀在了西服,也能理解,大学时期的诺埃尔,是木钢线般的存在,也一度是壮大热,但经历扩半月板肤裂的他, 在各个老板的眼里却是个定时炸弹,13年进入天盟,打的比赛却少之又少,曾有好几千万的大合同,过分的高度自己的价值,落得如今底薪加盟雷霆,但好在他还年轻,脚踏实地才是真的, 接下底薪加盟雷霆酒,安德鲁拜纳姆·安瑞维奈,他曾是洛杉矶纪奥尼尔后的内线希望,当然他也曾不负众望,18岁进入天盟,陪黄半价,随着可比三年两贯,绝对的功勋之臣,也领导一一赛季。 拜纳姆也迎来了自己的巅峰赛季,但依赖天赋并不是阻止他前进的霸脚石,脑子才是制约他上线最大的问题,沉迷头三分,队友被扣头向,睡住叫老婆,哭二喜捡吹,打宝林治赛季包销,年仅三十出头的拜纳姆,上一次看见他,还是在中国的小饭店中。 接地气的拜纳姆吧,亚当莫里森,Adam Morrison,NCAA场军28分,糖尿病患者,萨仙必须注射药物,但这个病号却是NCAA最好的得分手。 2006年首轮第三顺位被山猫选中,一个被神选中的交词,新秀赛季的十一分还算说得过去,那随后的场军四分,糖,老胡人,可怜的一分,就这样,曾经的头号得分手,NBA的生涯仅仅为止了三个赛季。 7.狂媒布朗克林布朗,又是一个被神选中的孩子,他与乔丹的故事,恐怕是人皆知,高中时期,场军20.1分,13.3个篮板和5.8次盖冒,当选获圈美最佳,入选过一阵,01年,乔丹化身伯乐,布朗就此跳过大学,以高中生身份工匠NBA,头顶撞光环。 作为历史上第一位高中生装,又是乔丹清典,布朗身上背负着巨大的压力,曾经的天之骄子,也迅速沦为饮水机守护者。 13年,永无可忍的76人,最终将水货撞1.0裁掉,今天我们再看到宽媒布朗,还是在B3连赛,巨星身边的好帮手6,格雷格奥登格雷格奥登格雷格奥登,水货撞2.0,大第一点令, 很多人都说奥登水,主要还是因为在他之后,有杜兰特这样的超纸,也有康利这样的球队核心。 但不得不说,未经联盟之前的奥登绝对得起壮之名。 这也是前开拓者总经理普里查德曾说过,如果让天才给他一次机会,他依旧会选奥登被撞,高中时期带队103胜起负,三夺州纪冠军。 大学期间的奥登更是所向拼命,俄亥俄州立大学在他的带领下,主场从未输过球,毫不夸张的说,那时奥登大地就是联盟中风的未来,伤病充实着奥登整个职业生涯。 谁也没,想到,曾经的联盟未来却也在CBA混迹,而如今,在TBT的临赛中,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大梦,2.0的脚步,曾经联盟的未来武,安东尼·伯内特·Anthony Bennett,水货状三点令,相比前辈布兰和奥登,伯内特确实有点怨,本无意状一名,无奈当时的骑士老板慧眼石珠,生生将伯内特提罚成了状, 就这样,带着有色眼光的加拿大壮进入联盟,而球迷也对这个新科壮期待万分,首个三季,本内特不负重望洛选最佳新秀,也成为自2003年实行积分制之后,首位在最佳新秀平选中,得到零分的健康状,之后的生涯,到过森林郎,来过多伦多,短暂破鲁克林,顺苗菲利克斯,无球可打多壮 17年线约土耳其的费内巴切,并跟随球队夺冠,尽管在NBA落得个无球可打,但在加拿大国家队,曾经的壮依旧是铁打的中流砥柱, 悲壮之财的壮四,安德鲁维金斯·安德鲁维金斯,即把内特13年拥硬壮,加拿大蓝坛迎来了双响炮,14年,其实依旧在首轮第一顺位,选中了同样来自加拿大的,安德鲁维金斯,但不同于学长本内特,维金斯的壮与所应当,过分的天赋,超强的能力, 让维金斯也顶个下一个詹姆斯·德光华进入联盟,这位来自名校肯塔基德壮,高中时期,维金斯当选为美国篮球先生, 在Slam杂志评出的高中生篮球运动员排名中,维金斯高居第一位,大学期间更是不可阻挡,据一SPN透露,维金斯的垂直弹跳高度,达到了1.12米, 高度超过了顶峰17的麦克尔乔达与麦克格雷迪,但本该飞翔的年纪,却泡着枸杞打养生,打了4年养生篮球的他,上个赛提议就可以砍上18分, 但在场上,能上来绝不扣篮,能投篮绝不突破,能三分绝不过人,曾经的詹姆斯2.0,已退化成了广场老大爷,炮勾起的维金斯3,布兰顿詹宁斯 Brandon Jennings 09年11月16日,詹宁斯砍下生涯最高的55分,其中第三节单节得到29分,凭借这场比赛,詹宁斯创造了多项记录,成为NBA历史上最年轻的得分超过50分的新秀,NBA历史上单节得分最多的新秀,29分,对时单场得分最高的新秀, 就这样,詹宁斯一站登顶,秀赛记便带领熊鹿以东部第六杀入季后赛,被语为是下一个答案的少年,熊鹿经历了人生最辉煌的五个赛记,已就没有突破自己,而状态急转直下,伴随着伤病,曾经的55分先生,已成为了流浪者,占多队,最惨的时候还曾在山西效力,重返旧地密尔卧记, 一就逃不财被财的命运,55分先生二,OJ,梅奥,OJ,梅奥,年纪轻轻,便挑战乔达,忠实,七的OJ梅奥可以说是同龄人理念的乔达,的天赋,肉眼可见,八年首轮第三顺位交易到辉雄,秀赛记八十二场常规赛,群琴,场均空下十八点五分三点二注共三八篮板, 因顺利成章成为下一个联盟标志的他,载了脑子,队内打架,服用尽药,没法进度先依旧这样,一个曾拥有乔达的天赋,梅奥的速度,詹姆斯的身体,科比的灵巧,那时的传球,爱福森的突破,于一身的叹花狼,转战多队,中弹出了球迷的视线,天度英才的OJ梅奥一, 孙悦大声启示吃中午,一欲交气软成虫,被誉为姚明后,中国南来的未来,中国科比最习武,零八奥运会那一封,彻底封神,加盲忽远,接班科比,谁料坐穿板凳,却换了个NBA冠军,无奈回国,夜落手钢,十四年登顶CBA之跌,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同时,拥有NBA和CBA总冠军戒指的球员, 可卖英雄难过美人观,历经风华雪月,车阵门后,曾经南来的顶梁珠再也立不起来,十七年赛季报销,如今,还活跃着的孙悦怕只有德云社,月云鹏的搭档了吧